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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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帮了老夫一个大忙呢 慕容公子 真巧啊 你也来给苏月下聘礼吗 取了苏月就等于拿到了仙药谷 就算是头猪也得取回去啊 没错 我们要公平竞争哦 一定一定 那苏月还是颇有姿色 以后就算玩腻了 转手连仙药谷一起卖出去 还能赚不少呢 花柳公子好计策呀 死命死不就 由不得你任性 拿着脸线不去梳妆打扮 今日无论如何 必须选一位公子 章狼 章狼 来了 他们来了 十江 怎么是你 慕容公子和花柳公子呢 有了寿源 竟连这火灵虫也能操控一二了 来的路上 看到两个轿子在山下起火了 你说的不会就是他们吧 混账东西 是不是你干的 没错 就是我让人烧的 你 简直是吃了熊心猫的胆 来人 把十江关起来 面壁四公 别着急啊 看看我带了什么回来 嗯 这是 这些都是我赚的寿源 既然你想提前兑现赌约 那咱们就来清算清算 天哪 竟然有如此多的寿源 这些寿源 可远超当时赌约的一年寿源 师兄 老婆就知道你一定能行 过 凶出少年 真是啊 高兴 老高兴了 别搞错了 赌约说的只有一年寿源 所以 这个 才是给你们的 从今以后 不准再给月儿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混蛋 月儿的婚事 他自己做主 不可能 短短数日 你怎么可能赚的这么多 老实交代 这些寿源哪儿来的 你要干什么 不偷不抢 正经赚的 孙长老 这场赌约是我赢了 把你的眉毛 揪出来吧 十江 好久不见哪 沙掌门 大家光临 有事原因 快接快接 识相呢 就把十江和灵虾秘方交出来 什么灵虾秘方 十江 你又闯什么祸了 孙连梅 你还装上 光 光灵剑 不错 此剑 乃是仙界大能 广灵军配剑所孕育出的此剑 凡持此剑者 便可灵力大增 以若克强 越境杀敌 孙连梅 你说若你堂堂太阅门长老 被我清风门内门弟子打败 传出去 对太阅门颜面如何呀 这话不妥 太阅门何曾有过颜面一说呢 沙掌门 十江在这儿 有事说事 何必喊打喊杀的呢 什么 人间竟然产生了故名 混账 谁叫你们出手的 不是弟子 石剑 自己出手了 石剑 广灵剑 出窍非死即伤 可剑身非荡被击中这二人 反而 能现出臣服之状 那倒是前掌门留给苏月儿的福禄所致 不对 我对 按辈分苏月儿与广灵军乃是徒孙你十祖之品 广灵剑不会对他行臣服之力 黄天化日 你真敢动手杀人啊 石将别怕 切紧我 石公子莫要误会 老夫此番是来祝贺石公子的 石公子好手段啊 以先要烹制灵虾 确实不是为一个好法子 不过 灵虾如此大卖 除了石公子的才能 更多亏了灵虾的秘方啊 是又怎样 秘方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 用它转寿元怎么了 是吧 铁蛋 此将所言善事 这秘方来之实属不易啊 话说那一日 石将带上广钉前往深山寻宝 不料落入古墓 同伴尽善于此 尸骨遍地 精苦探寻 最终才得到这份秘方 我们来宣戒 就是为了靠它发家致富 所以 绝不轻易交出 铁蛋 你可真能吹 这秘方果然珍贵 不过老夫倒想问问 你们卖灵虾所用的善令 从何而来啊 善令 走了 掌门大人 您要秘方是吧 这事好说 好说 石将莫怕 这灵虾蜜蜂关系到日后太阅门新的生计 此事绝不可妥协 青蜂们真敢硬抢 老夫定会向仙竹城参才一般 老夫若真这般无事先规 只手遮天 早就把太阅门纳为己有 这灵虾蜜蜂 老夫是要买 他也早说嘛 掌门大人 这是要跟我谈生意呀 放肆 掌门大人要买 我也给个成心价 一百年寿元如何 一百年 皇老小儿 请看漫天要价 老夫想要的东西 只给一夕寿元 你也得卖 你能奈我喝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咱都是老朋友了 给你打个拙 十年寿元如何 老夫只出五年寿元 成交 灵虾秘方 五年寿元 我在额外送您三盒灵虾 刚才那石匠的怂样 太可笑了 还先考的榜首呢 五年寿元就乐成那样 没见识 恭喜大人 价值连城的秘方 您只有五年寿元就买到了 既然这样 咱们谈谈第二个买卖吧 你们这扇令来路不正 本作要收回了 鉴于大家有过生意往来 这扇令如何来的 我就不追究了 还给我即可 傻掌门 买了配方也就罢了 这灵虾销售便分你一半 可你收回禅令 可是彻彻底底地断了我太越门的活路啊 重伤私善大人 盗取禅令 这些罪名要定下来 太越门的先考榜首石江 可就没了活路 你们是要太越门的活路呢 还是要石江的活路呢 还你 静静小纳 如此可教也 没了这秘方又没了善令 太越门的仙药便又没了出路 看他们还能撑多久 回去后 灵虾的生意就交给你了 是 石江是有些小聪明 可跟老夫倒 他还嫩得狠呢 苏月 你怎么可以连禅令都给他呀 要不然呢 你要用石江的命去换这个禅令吗 石江都是为了我 才冒险去盗这个禅令的 大家不要急 小炒面 小炒面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太越大灵虾的秘方 竟然捡到了这么好的宝贝 捡到的 给我看看 别抢别抢 看那边又撒下来了 买灵虾还得一日受原养 有了灵方就能自己做了 快去买鲜药 咱也能做灵虾发财了 好你个石江 请做这道鱼丝往破之事 看了我们这张五年寿源 我住脑子 还在想那五年寿源的事 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不可能抄写如此之多的秘方 这是石江早就准备好的 现狂卖灵虾再撒秘方 这样他就能越过私药房 直接卖出先药 不好 快随老夫回私药房 别急别急 都有都有排队行不行 排队 大人 店里裤子的仙药已经全卖光了 大人真是神机妙算 卖下秘方后反而广发大众 仙药才会这般热卖啊 这些全是实际上的计谋 以为我们的仙药卖光后 他们会去何处买呢 快去上班的买仙药 怎么还不送灵虾呢 最近石公子一直吩咐我们抓紧采药 看来石公子早就料到了此后 老身沸腾 石公子 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让他们肯跑这么远来买仙药啊 一直以来呢 仙药股就是供应房 私药房是一手垄断的经销商 货源让他们全都握住 其他人只能从他们那里拿货 现在呢 我扩框了客源 自己当回经销商 还卖光了私药房原有的存货 所以大量想要先药的人 只能从我们这里面 垄断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 你在说什么 我不太明白 简单来说呢就是 我的头脑 加上这群兄弟 事就办成了 月儿 你们太远门也得按照约定 把手缘分给我吗 错 是我们太远门了 没错 我们太远门